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我是传说中走了狗屎运 意外嫁入豪门的灰姑娘 可惜,许多名媛贵女并不羡慕我 她们都在背地里嘲笑我空有名头 实际是个独守空归的保姆 因为我老公顾子安 不但是个没脑子的二雀 她还是个严重的恋爱脑 从顾子安第一次见我的时候 她就明确告诉我 我会和你结婚 只是因为我妈觉得 你适合当她的儿媳妇 你别高兴得太早 我干脆告诉你 我有个深爱的女人 除了她,我绝对不会碰任何人 就算你嫁给我 我这辈子也不可能碰你一下 我眼睛一下子就亮起来了 还有这等好事 我之所以会同意嫁给她 只是为了报恩 我从小就是个孤儿 要不是顾阿姨从初中就开始资助我 恐怕我早就在哪个场拧着螺丝 不可能有机会考上十强学校 最后还能出过读研 一回来我就进了顾氏集团 我发誓要报答顾阿姨的恩情 谁知道顾阿姨却为难地问我 愿不愿意嫁给她儿子 夜夜,阿姨知道这个请求很过分 可子安不知道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 老实嚷嚷说 孙柔命有多苦 是唯一纯白的茉莉花 说这辈子非她不娶 我有些不解 阿姨是嫌弃顾总的女朋友 身世比较差吗 顾阿姨摇头 当然不是 我能把故事壮大到今天 看人眼光还是有的 孙柔一看 就不是什么简单货色 要是真的让她进了门 整个家绝对不得安生 我十分诧异 那个孙柔真的能闹头吗 不过 我还是答应了顾阿姨 嫁给顾子安 毕竟在我心里 早已把顾阿姨当成了半个妈 结婚那天 顾子安一天都没有好脸色 宴席没散 她就离开家 一夜未归 第二天 圈子里的人都知道 我独守空房一整晚 就连公司里的同事们 看我的眼神 都带着同情 更别说后面三年 顾子安越来越过分 顾子安认为 孙柔会离开她 伤心欲绝出国 我和婆婆顾兰是罪魁祸首 她像是故意要和我 以及婆婆对着干 不但在公司时经常矿班 还闹出不少醉酒打人 毁坏公务的烂摊子 这些婆婆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不去计较 只是好几次都对我惭愧 说没想到顾子安会这么绝 结婚三年了 竟然真的一次都没有碰过我 婆婆原本的打算是让我生的孩子 好让我以后有个依靠 我连忙说没关系 毕竟我可一点不想和顾子安生孩子 婆婆可能为了补偿我 这几年把公司的重心 越来越放在我身上 带着我结交了不少生意上合作伙伴 和各个供应商 我最开心婆婆夸我有她年轻时的魄力 还说我要是个男人 肯定会在商场上更加无往不利 不过最近 听说孙柔考了个硕士学位回来了 顾子安变得更加神出鬼没 不但公司见不到人 在家也见不到影子 唯一能知道她消息的地方 就是时不时跳出来的热搜 比如顾市总裁为爱一致千金 在水上雀桥 布满99999朵玫瑰 是爱海归前女友 顾市总裁用9999架无人机表白新欢 婆婆每看到一次这个消息 脸色就黑一分 只是我也没想到 顾子安会在公司的尾牙宴上 公然带着孙柔出现 孙柔出现在年会上时 穿着一袭白裙 像极了人畜无害的小白花 员工们都在悄悄议论纷纷 苏总监也太可怜了 明明是总裁夫人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总裁 每次高调是爱小三 总裁有点过分了 在外面怎么乱来都好说 直接把小三带过来 这不是明晃晃在打诉总监的脸 婆婆听到他们议论 脸已经黑成锅底了 她气得上前和顾子安说什么 看起来情绪有些激动 我正要去劝婆婆别动气 还没走近 孙柔似乎没站稳 尖叫着胡乱挥舞着往后倒 因为宴会在水上旋转花园举办 扑通一声 人就掉进了水里 婆婆不知是不是下意识地想去救她 结果也不知怎么 也掉进了水里 煞时间 宴会乱成一片 大家都在焦急喊着救人 顾子安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我也刚好赶到 结果就看到顾子安直接奔向了越挣扎越远的孙柔 完全忽视了婆婆 我脑袋一热就跳下去救我婆婆 幸好水不是很深 很快婆婆和孙柔都被救起来 还换好了衣服 婆婆再次出现在宴会上的时候 看到的是顾子安心疼地搂着心有余悸的孙柔安抚着 婆婆当即带着我就上前 她冷着脸对顾子安道 给你一分钟 带着她立刻滚 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孙柔似乎被吓了一跳 畏惧地往顾子安怀里缩了缩 顾子安心疼坏了 有些生气地质问婆婆 妈 你这么凶干嘛 吓到柔柔了 员工们都被这里的动静吸引 偷偷竖起耳朵看热闹 婆婆气到开始深呼吸 别让我重复第二次 顾子安很不服 妈 你突然发什么神经 柔柔哪里惹到你了 你对她说话这么过分 婆婆被气笑了 我过分 你有脸说我过分 刚才要不是她拉我 我也不可能掉进水里 还有你 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 我和她同时掉进水里 你竟然先去救她 顾子安理所当然地回答 柔柔又不是故意害你落水的 而且 苏叶不是把你就起来了吗 妈 你要知道 当初在你的要求下 娶了苏叶 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我不能再看到柔柔出一点事 员工们显然被顾子安的话惊呆了 别说婆婆 就连我都想翻白眼了 顾子安这话实在搞笑 不能看到孙柔出一点事 就能连自己亲妈的死活都不顾 我都有些想不通 婆婆这么优秀能干的女强人 到底是怎么生出顾子安这种草包恋爱脑的 我偷偷看了一眼婆婆 让我意外的是 她的脸色出奇的平静 再次开口时 语气也凉得有些诡异 儿子 你是不是真的这辈子非她不可 顾子安斩钉截铁地点头 没错 婆婆的情绪更加没有波澜了 只是淡淡开口 好 我成全你们 顾子安脸色一洗 激动得不行 她似乎没想到 婆婆会突然成全她 妈 你终于想通了 太好了 柔柔 你听到没 我马上就能娶你了 顾子安说着 不屑扫了我一眼 对我冷哼一声 这才继续对婆婆道 妈 你是不是也觉得 当初让我娶苏叶 是多么大的错误了 我明天就和苏叶离婚去 你应该没意见吧 婆婆点了点头 没有 我能感觉到 这一刻落在我身上的视线 充满了浓浓的怜悯 我倒是没什么感觉 毕竟我和顾子安 本就没一点感情 谁知 婆婆下一句就是 你和苏叶随时可以离婚 明天我会登报解除 我们的母子关系 从此 苏叶就是我唯一的继承人 宴会上陷入了 诡异的寂静中 众人看我的眼神 都带着浓浓的羡慕 我也满头问号 我这是天降亿万家产 这种好事 能发生在我身上 我觉得 婆婆应该还是一时气化 显然顾子安也是这样想的 妈 你别说气化 今天我先带柔柔走了 过几天再来看你 她带着孙柔离开了 谁知第二天 婆婆一大早就打电话给顾子安 让她十点半前到民政局门口 顾子安一听是要让我来离婚 很准时来了 还是一个人来的 她可能也知道现在带孙柔过来 婆婆会多生气 她一来迫不及待 就催着我进去离婚 半个小时后 离婚证顺利到手 没有什么离婚冷静期 我也莫名松了口气 说实话 我其实从未想过嫁人 更看不上顾子安这种恋爱脑 顾子安拿到离婚证后 居高临下地对我说 之前妈给我们准备的新房 柔柔很喜欢 你明天就搬走 我刚要点头 婆婆冷吃一声 拿出一份文件袋 该搬走的是你 母子关系断绝书在这里 还有你个人户口 我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你之前用的卡 我已经全部冻结 从这一刻起 你也不再是公司的总裁 顾子安难以置信地 慌忙借过文件袋 里面是连夜弄好的断绝书 以及各种解除劳动合同 收回股份分红 名下资产等等的通知文件 最后则是他的个人户口 顾子安这才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妈 你在吓我对不对 你为什么就是不喜欢孙柔 还是苏叶一直在煽风点火 诋毁孙柔 我都想一脚踹 顾子安了 她以为谁都稀罕她吗 婆婆比我更无语 我不需要吓你 我把你抚养到这么大 已经尽了应尽的义务 从此 我们就没任何关系了 顾子安像是被宠坏的小孩 自欺欺人的摇头 我不信 妈 我是你唯一的儿子 你怎么可能和我断绝关系 你要是真这么不喜欢柔柔 我最多就是和苏叶复婚 不给柔柔名分 我也知道你喜欢孙子 再不济 我就和苏叶生一个 这样总想了吧 我顿时觉得万分恶心 再也忍不下去了 直接脱口而出 抱歉 我宁愿随便拉个路人结婚 也不想和你复婚 婆婆和顾子安都惊诧地看着我 没想到我竟然这么嫌弃顾子安 我实在不想装了 对婆婆道 妈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妈 我真的很感激 您一直以来的资助和关心爱护 您在我心里也是唯一的亲人 但是和顾子安结婚 不该是报答您的方式 我真的不想和顾子安复婚 婆婆有些诧异 甚至有些心疼 叶叶 是我不对 这几年是让你这么难受 婆婆才说完 顾子安气急败坏地指着我骂道 苏叶 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货色 我能娶你 是你祖坟冒清烟 你以为除了我 还有哪个我这种身价的人 会愿意娶你 我正要对回去 旁边传来一道很不满的雌性嗓音 你算什么东西 有资格替我发话 我一转头 看到的是一张棱角分明 五官深邃 立体冷峻的高大挺拔男人 他一双深邃的冷眸 非常不满地盯着顾子安 我和婆婆都吓了一跳 婆婆连忙对他问好 江总 你怎么在这里 我也连忙对他示意问好 顾子安看到他 也顿时咽了咽口水 因为婆婆口里的江总 也就是江涵 不但家境显赫 身价不菲 在商场上出了名的雷厉风行 手段很绝 最重要的是特别能对人 最近刚好有个项目和江氏集团合作 草案都被他驳回了不下五次 江涵还说 下次草案再让他不满意 就让项目负责人 却在他眼皮子底下写 倒霉的是 那个项目负责人 就是我 江涵面无表情地扫了一眼 我婆婆 强势说道 顾董 你儿子想害我段子绝孙 顾子安又气又迷茫 我什么时候害您段子绝孙了 江涵冷吃一声 你说除了你 没有谁愿意娶苏小姐 你这话一干子就绝了 我和苏小姐的姻缘 如果苏小姐是我命定的人 她又被你的话打击到 自卑不敢嫁给我 那你就是在 害我段子绝孙 别说婆婆和顾子安 连我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江涵 她 她是怎么理直气壮 说出这么离谱的话出来的 我看着她英俊的脸 有些怀疑 是不是认错人了 顾子安敢怒不敢言 小声反驳 江总 您别开玩笑了 您怎么可能看得上苏叶 我都来不及生气 江涵比我脸色更差 当即嗓音低沉冰冷的开口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 还清楚我看不看得上苏小姐 我婆婆很惊讶 我脸色也微微一红 不是吧 江涵她 她难不成对我 顾子安更是震惊到脱口而出 江总 你真看上苏叶了 我偷偷竖起耳朵 谁知江涵直接摇头 不是 我就知道这种事不可能 我和江涵都没怎么接触过 她总不可能对我一见钟情 然而 下一秒 江涵就反问了一句话 凭什么就不能是我想娶她 我双目瞪大 不敢置信地看向江涵 差点以为自己幻听了 江涵她 她说什么来着 她说想娶我 江涵她疯了吧 我们顶多之前在宴会上 见过两三面 我和婆婆都在惊诧中 突然 顾子安哈哈大笑 眼神不屑地对着江涵左看右看 还嘖嘖做齐 我们国家的化妆术都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 她冷笑着对我说 苏叶 她根本不是江涵对不对 你和我妈也是真牛 竟然能找到和江涵这么像的群众演员 苏叶 你也太逗了 以为找个像江涵的群演来演戏 就能凸显出你抢手了 别说顾子安怀疑江涵是不是本人了 其实连我都忍不住怀疑 毕竟 我早就听说过 江涵二十八年来从来不尽女色 也不尽男色 圈子里不少人都在偷偷怀疑她 是不是有影集 真正的江涵不可能突然看上我 还想娶我 可眼前的江涵冷着脸扫了一眼顾子安 顾氏集团的总裁 果真如传言一般愚蠢无知 顾董 有她这样的继承人 我看顾氏也活不长了 婆婆脸色猛的一变 她像是听出了江涵暗指的意思 忙开口道歉 抱歉 江总 我今天已经和顾子安断绝了关系 她和顾氏没有任何关系 还望您高抬贵手 顾子安翻了的白眼 嘴里吐槽道 还眼 苏叶 你到底给我妈下了什么药 让她这么大年纪 还陪你在这里胡闹 江涵像看傻子一样 看了顾子安一眼 她正要离开 一个正在挂电话的助理 面露蓝色的小跑到江涵身边 忐忑不安的小声说道 Boss 那个五少爷 说他今天取消领证了 去度假拍婚纱照了 江涵脸色冷了下来 冷漠地说道 回去告诉老五 我半年内都不想看到他 他说完和助理就离开了 顾子安看到那个助理时 脸色变了变 毕竟江涵和他的助理 商圈里没几个不认识的 婆婆突然动手 狠狠扇了顾子安一巴掌 顾氏若是被你害死了 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 婆婆立即带我回到家 第一时间将他和顾子安 断绝母子关系的声明发了出去 还让运营操作 上热搜 务必能让江涵能看到 婆婆还严肃地问我和江涵的真实关系 她告诉我 江涵远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她想弄垮 她想弄垮故事 我们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曾经就有两家公司 背地里因了江涵一把 不过半个月 两家公司就倒闭了 还负债累累 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 婆婆的脸色看起来 真的很担忧 我摇摇头 我和江总真的不熟 我安慰她 阿姨 你的声明都发出去了 江总应该不至于为这点事耿耿于怀 听到我的话 婆婆有些伤心 叶叶 你怎么叫我阿姨 我昨晚说的话不是开玩笑 叶叶 我认你当女儿可以吗 以后我的家产 就由你来继承 我人都傻了 我其实和顾子安想法差不多 认为婆婆绝对不可能 抛弃亲生儿子 现在说断绝关系 最多就是为了给顾子安 一个重重的教训 我没想到 婆婆竟然真的想任我当女儿 我赶紧摇头劝她 阿姨你别冲动 婆婆就似乎早就决定了 叶叶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但是 我可以和你保证 你担心的事不会发生 要是你同意 过段时间 我就会举办认亲宴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我唯一的女儿 婆婆说诱惑太大了 我从来没有体验过亲情 还是没忍住同意了 还说了 我不要家产 筹备认亲宴期间 婆婆一直很担心 姜涵会对故事下手 幸好 一个星期后 将是照例来催项目方案 为了探清楚 姜涵目前对故事的态度 我打算亲自前往提交方案 会议事里 穿着一身剪裁得体高定西装的姜涵 面无表情地翻看着我的方案 我乖乖地坐在那里 偷偷打量她 不得不说 姜涵的五官太优越了 肤色偏白皙 鼻子高挺 眼眸深邃 微敏的凉唇 都恰到好处 更别提她性感迷人的下恶陷 她此时戴着金丝矿眼镜 认真审视方案的模样 像极了能迷倒万千少女的斯文败类 实际上 我一直知道 许多商圈的名媛贵女们 都卯足了劲 想要嫁给她 每一次宴会上 她的名字更是如雷贯耳 走到哪都能听到 别人在讨论她最近的动向 实不相瞒 我虽然从未想过嫁人 可我觉得 要是能嫁给姜涵这种能力出众 安全感十足 五官还无可挑剔的人 应该会很幸运 苏小姐 我可不是你想嫁都能嫁的人 姜涵低沉雌性的声音 突然在会议室里响起 我猛地回神 发现会议室里的五个人 看我的眼神都带着疑语 我突然意识到 我好像又不小心 把新生说出来了 我这一发呆 就容易把新生说出来的怪毛病 什么时候才能改掉啊 我的脸瞬间涨红 终极射死 大概就是我此时的感受了 要是有地缝 我肯定毫不犹豫钻下去 可偏偏有人不放过我 一个身材高挑 性感的长发美人 比的扫了我一眼 而后熟忍地打去姜涵 韩哥 那你觉得 谁有资格嫁给你 这个美人叫方瑶 是策划部的经理 之前听同事说 他是贵国华侨 还是个千金大小姐 我很轻易就感受到 他对姜涵的在意 他和姜涵似乎也很熟 他故意这样询问 让我更加设死了 正想着 要不要找借口离开 姜涵意味不明地 瞥了我一眼 淡淡道 至少是苏小姐这样的人 才有资格嫁给我 会议室顿时鸦雀无声 他们张大嘴巴 险些怀疑自己听错了什么 我下巴也差点砸地上去 姜涵 你要不要听听 你在讲什么东西 方瑶委屈地咬了咬唇 露出干笑对姜涵道 韩哥 你又开玩笑了对不对 姜涵便无表情回他 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 还有 我说了工作时间 叫我总裁或者老板 说着 他根本不给任何人 说话的机会 眼神不满地设向我 苏小姐 你这方案不行 跟我来办公室 我倒要看看 你在我眼皮子底下 还能写出什么更糟糕的方案 我如遭雷劈 在所有人的怜悯中 僵硬地跟着姜涵 来到她的办公室 姜涵示意我坐在她的位置上 而后她便站在我后面 真的让我当着她的面 开始写方案 我脑袋一片空白 下意识地抬头 就撞进她含着笑意的神秘深眸中 我愣了愣 姜涵在笑 没等我细看 她已经板着脸吃笑一声 怎么 方小姐觉得 方案在我脸上吗 看得这么仔细 果然 刚才她的笑意绝对是错觉 我脸了脸神 开始询问 姜总 您觉得我们提供的方案不行 可以具体说说 都有哪些点不行吗 姜涵特别不明显地挑了挑眉 一本正经地拿起了方案 她翻开后 随手指了指其中一处 你这里的产品配色是绿色的 你不知道 我最讨厌绿色吗 尤其是绿 帽 我上哪知道你不喜欢什么颜色呀 而且 我怎么感觉姜涵在意有所指什么 我终于感觉姜涵对我的态度不太对劲了 可我们明明不熟 为什么她会针对我 为了试探她 我公式化地笑着点头 那配色方面 我们会改成其他的 请问 除了配色方面 还有哪里您不满意吗 姜涵微微瞇了瞇眼 看起来不是很高兴 她又指着好几个地方 这里 这里 还有这里 都是使用的是 模棱两可的 能随时反悔的语气 你要清楚 我最注重的就是承诺 一旦答应别人的承诺 就要说到做到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感觉她说承诺两个字时 咬得很重 还带着隐隐的怨气 我反应再迟钝 也发现方案被打回来六次 不是方案本身的问题了 肯定是我什么时候 不小心得罪姜涵了 我书弟起身 转向姜涵 他似乎被我突然的动作 吓了一跳 瞳孔皱缩了一瞬 我抬头才发现 自己和他靠得太近了 我下意识后退 却忘了后面是红木桌 被绊了一下 差点摔倒 腰间突然横过来 一只有力的手臂 将我拉了回来 还不小心 扑进了姜涵的怀里 能清晰地闻到 他身上的轻烈冷香 耳边也传来 他担忧的声音 小心 怎么还和小时候 一样毛毛躁躁 我听到他的话后 愣住了 小时候 我猛地抬头 紧紧盯着他 你小时候认识我 你是谁 姜涵的表情明显有些懊恼 他微微垂眸 视线落在了我的脸上 我叫姜涵 你到现在都想不起来吗 姜涵 我印象中没有 等等 姜涵 姜涵 是他 小时候和我一起 待在孤儿院七年 却在某一天 突然消失不见的姜涵哥哥 想到这 我震惊不已地看着他 等反应过来 我已经一脚踩在他成亮的皮鞋上 生气地质问 既然是你 你当时被人收养 也不告诉我一声 生怕我赖上你 现在还好意思 对我阴阳怪气 还怪我没想起来 姜涵的脸上 带着一丝强忍的痛意 硬气地说道 我不是故意的 我家人突然来孤儿院接我 我来不及去找你 就被带走了 我听完这些 心里有些松动 却还是忍不住质问他 那为什么这些年 都不来看看我 要知道 小时候我把姜涵 当作了生命中 最重要的亲人 没想到最后 却从院长妈妈口中得知 姜涵被人收养离开了 都没和我说一声 姜涵脸上闪过一丝遗憾 你应该知道 京都江家 我被带回去后 验完 DNA确定 我是江家人后 没多久 就被送出国培养了 再次见面的时候 是在你的婚礼上 苏叶 你知道我看着 顾子安 为你戴上戒指的时候 心里想的是什么吗 我咽了咽口水 终于知道 方才他为什么 要说绿帽子三个字了 我有些心虚 若若问他 你当时在想什么 我在想 你被顾子安戴上戒指的那一刻 还记得小时候我们拉钩承诺 这辈子要当我新娘的承诺吗 我更心虚了 谁知道江涵小时候 并没有抛弃我 其实直到高中 我还偷偷幻想过 江涵会不会突然在某天 从天而降 笑着来找我 可直到我上大学了之后留学 他都杳无音讯 那时候我就知道 他可能早就忘记我了 我有些尴尬 脑袋一热 下意识补就到 那我现在当你新娘 江涵眼眸疏的一声 危险又压迫意味十足的认真开口 苏叶 这可是你说的 明天不 现在就去领证 这也太快了吧 江涵果然如传言中的一样 雷厉风行 一秒都没耽搁 就带我去明证局 路上 我频频看他 越看越觉得 江涵变了好多 小时候江涵的刘海 微微遮住大大的葡萄眼睛 皮肤又嫩又白 还带着特别可爱的婴儿肥 现在五官却棱角分明 又冷又俊 脸上的线条优美好看 就连猴杰也处处透着性感 江涵和小时候唯一相同的地方 大概就是一样出类拔萃 特别受欢迎吧 想到这 我突然莫名涌起一股自卑 江涵 他不介意我嫁过人吗 不介意 江涵的声音突兀响起 我猛地抬头 傻傻看着他 什么鬼 我刚才又不小心把心声说出来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 江涵眉眼难得柔和地看了我一眼 紧接着便伸出右手 揉了揉我的脑袋 不管你嫁过多少次 在我心里 你永远是我的小公主 可能是脑袋上的大手太温暖了 我莫名觉得有些委屈 鼻子一酸 眼眶发热 喃喃问他 你为什么不早点出现 江涵心疼地看了我一眼 对不起 是我回来晚了 和顾子安领证那天 我的心情无波无揽 可这次和江涵拍照的时候 只是和他头亲碰一下 我的心就狂跳不止 拿到熟悉的结婚证的时候 我脑袋甚至一片空白 不敢相信自己会二婚 还是和唯一被我深深藏在心底的人结婚 等我反应过来 江涵已经带我来到了他家 他带我来到主卧 以后你睡这里 我睡隔壁 虽然我的确没做好这么快 就和江涵一起睡的打算 可他也太绅士了吧 我忍不住怀疑 他会和我领证 是不是因为小时候的遗憾 其实对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 我没想到江涵领证后 生活和原来会有这么大的不同 首先是方案总算过了 项目也进行得很顺利 其次 他每天先送我去上班 下班后 也会牵着我的手 和我一起去散步 他经常会问我这些年的经历 偶尔也会和我说他在国外的事 周末带我去约会 会和我牵手 好几次 我都能感觉到 他想吻我 可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都会及时停下 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喜欢上谁 却原来是因为会喜欢的那个人没出现 尤其是这个人 还有童年滤镜的时候 和江涵相处不过一个月 我毫无意外地沦陷了 我也知道原来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可以这般开心甜蜜 可每次他停下吻我 我都忍不住乱想 他是不喜欢我 还是心底还是嫌弃我嫁过人 恋爱后容易失智 这句话太正确了 我晚上竟然想偷偷试探江涵 我猛灌了好几口白酒 借着发酒疯 故意闯进他房间 一把就把他扑倒在床上 我居高临下地质问他 江涵 你喜欢我吗 江涵的眼神却直直 看向我手里的酒瓶 说了一句话 喝酒了 我当即不耐烦地骂他 你这不是废话 谁知江涵只是忍着笑对我道 你知道这瓶是什么酒吗 谁在意这是什么酒啊 白酒 我没好气地回答 嗯 那你知道这是一瓶价值八百万 喝下两个小时后 才会慢慢浮现出 熏醉状态的珍藏白酒吗 我瞬间身体僵硬 尴尬得不行 犹豫是要先赶紧 从他身上滚下来 还是先磕头谢罪 八百万的酒 就被我当普通白酒灌下去了 重点是 还被他发现 我现在其实一点没罪 在他似笑非笑的淫于目光下 我脚趾都要抠出摩仙城堡 根本待不下去 起身就想要跑路 腰却舒逼被他的大手锁住 他深眸含着笑意落在我脸上 语气却很认真地说道 苏叶 从小时候起 你就一直在我心里 再容不下任何人 我的脑袋里 也被你的身影占据 我会担心 你上小学会不会被欺负 上初中有没有交到朋友 上高中学业会不会太重 能不能上心仪的大学 每一次过年 我都会想 又过了一年 你有没有长大一点 苏叶 说喜欢太肤浅了 我对你 只有爱 我呆呆地看着江涵 眼眶泛红 眼里泛起泪 视线也变得模糊 我一开口 声音都带着哽咽 那你为什么不碰我 和我分房睡 每次想亲我 也会及时停下 是嫌弃我嫁过人吗 江涵眼里闪过心疼 用手轻轻 抱摸眼泪 叹了口气 特别无奈 你老是爱乱想 我要是嫌弃你 怎么会和你相认 又怎么会和你领证 我是想等和你举办 盛大的婚礼后 再和你同访的 我其实心里 已经感觉特别甜蜜了 嘴上却不饶人 飞快摇头说道 我不信 我听说 这些年来 你一直不进女色 也不进男色 你要不是嫌弃我 就是身体有什么隐疾 我话音都还没落下 就一个天旋地转 被江涵压在了身下 他眼神变得十分危险 你非要这时候惹我 我知道他什么意思 咽了咽口水 心里疯狂打鼓 可一咬牙却点头 嗯 我还想说什么 剩下的话 却彻底被江涵用嘴堵住了 再次醒来 已经是下午 我只感觉自己全身被车碾过一样 动弹不得 江涵细心地帮我端来了 好消化的粥 我有些害羞 根本没想到 江涵昨晚真和画廊一样凶猛 可他此时 却有些担忧地看着我 今早换床单时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是第一次 我该克制一点的 我感觉我的脸红的 能滴出血来了 用被子捂住脸 只露出眼睛 但还是诚实地说道 没事 我喜欢 江涵的眼神 顿时变得聚集侵略性 他深吸口气 宠妮又无奈地说道 不准调皮了 我刚和公司请了两天病假 婆婆就给我打来电话 问我生了什么病 要来看我 我连忙说 只是因为做项目太累 想偷懒 婆婆这才松了口气 他开心地跟我说 已经订好认亲宴的时间 就在一个星期后 我很意外 婆婆竟然真的打算 认我当女儿 我有点愧疚 毕竟我还没告诉婆婆 我和江涵都领证了 我想找时间 去婆婆家一趟 亲自和她说 没想到江涵一开婚 就变得特别惨人 直到认亲宴这天 认亲宴非常热闹 商圈里许多人都来了 婆婆当着所有人的面 拿出了股份转让文件 将公司20%的股份转让给我 整个宴会上的人 全都投来了 无比羡慕的目光 等一下 就在这时 一道大喊声传来 竟然是顾子安和孙柔 将近两个月不见 我没想到顾子安和孙柔 会变得这么狼狈 身上再也没有价值不菲的衣服 脸上也不再光彩照人 穿着身上有不少褶皱的平价衣服 看起来和宴会格格不入 甚至说得上是挺狼狈的 连胡子都没有刮干净 顾子安来到我和婆婆面前后 焦急说道 妈 你疯了吗 我是你亲儿子 你经常真的想把自己家的公司 拱手让给一个外人 宴会上不少人 其实也很不理解 毕竟再差也是自己儿子 婆婆不对 现在应该叫妈妈 我妈冷笑了一声 你似乎没搞清楚 谁才是外人 叶叶如今已经是我唯一的继承人 我也只有她一个女儿 你别乱往自己脸上贴金 顾子安没想到 都这种时候了 我妈还这样说 也不知是不是这两个月终于发现 离开顾家她什么都不是 也或许是她终于发现 我妈动真格了 她咬牙对我妈说 妈 我知道错了 你不喜欢柔孙柔对不对 我听你的话还不行吗 再不然 我给你跪下赔罪 孙柔脸色骤变 根本没想到顾子安说 抛弃她就抛弃她 子安 你在说什么 你不要我了吗 她一脸伤心 渲染玉气 看着楚楚可怜 以前顾子安最喜欢她 这副柔弱的模样 现在顾子安却只顾着看我妈的反应 见我妈没什么表情 砰的一声就跪下了 我妈见此 却依旧无动于衷 她只是冷淡地说道 我们无亲无故 你还是起来吧 宴会上的众人 有些无法理解 为什么我妈能这么狠心 都这种时候了 我妈宁愿认我这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女儿 也不要跪下认错的亲儿子 顾子安更是急到头脑发热 她越想越气 干脆突然站起来 就对我妈威胁道 妈 你真的这么绝情 你知不知道我可以告你的 你是我亲妈 你的财产 理应有我一份 还是说苏叶对你下了什么鼓 让你只能听她的 我早就知道 她一直对我们家的家产心怀不轨 我简直对顾子安无语 我也不想忍 直接就要对 突然 一道质地有声的冷沉声音 在整个宴会上传来 我家老婆 还需要图故事那点钱 所有人都看向声音来人处 看到将近一米九的江涵 迈着大长腿走来时 一个个惊得下巴都掉地上了 有人悄悄讨论 她刚才说她老婆 她说的是苏小姐 江涵走近后 就像示威一样 轻易地将我搂进怀里 顾子安和我妈完全傻了 顾子安不敢置信地质问道 苏叶 你和她是什么关系 江涵冷笑一声 你耳聋了 她是我老婆 我们自然是夫妻 她说着 扫了一眼宴会上 都震惊瞪大眼的众人 对大家说道 正好大家都在 我顺便说一下 我和苏叶一个月前已经领证 下月十号 是我和苏叶举办婚礼的日子 欢迎大家前来参加 我妈连忙对我识眼色 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我正要小声解释 顾子安安纳不住 连忙对我妈跳脚道 妈 你听到没 苏叶和她上个月就领证了 那时候 我们才刚离婚 说明苏叶早就和她 勾搭在一起了 这样水性洋花的女人 你怎么敢把家产给她 啪 顾子安话音还没落下 一道响亮的巴掌就落在了她脸上 打人的是我妈 她冷漠地看着顾子安道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她是我女儿 乱不到你乱废 顾子安被这一巴掌打傻了 她有些崩溃的大吼道 妈 你看清楚 我才是你亲生的 我妈见此 像是终于受不了了 冷声说道 你错了 你不是我亲生的 只是我抱来的 以前怕你多想 没告诉你 我和所有人差点猛圈了 顾子安她竟然不是我妈亲生的 我妈还在继续说着 说起来 我该谢谢孙柔 要不是她拉我下水 我都不知道 我养了个白眼狼 多亏她 让我终于下定决心 和你断绝关系 这是我顾氏的认亲宴 没有邀请你们 保安 把他们请出去 宴会角落的保安 飞快冲过来 拖着顾子安和孙柔往外走 顾子安还没从自己 不是我妈亲生儿子的打击中回神 她被拖着时 突然猙獰地看向旁边 同样被拖走的孙柔 对她破口大骂 都是你这个贱人害了我 都是你 她还没发泄完 就被彻底拖出了宴会 认亲宴结束后 在我妈的询问下 我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告诉她 我妈听完十分欣慰 幸好 幸好没有耽误到你的幸福 以前是我被猪油蒙了心 竟然觉得你和那白眼狼结婚后 能纠正她 都怪我 害你们这么晚才重新相遇 我笑了笑 怎么会 妈 当初也是我自己同意的 怎么会怪你 将寒说到做到 给我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婚礼 所有人都震惊我一个离过婚的 到底有什么魅力 竟然能让江寒这样生命显赫的 钻石王老五娶了我 我不在意别人的目光 只庆幸江寒的出现 让我体会到了 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我可以从此之下 我去求求你 多优优独播剧场上